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小李今年已经28岁了 他是贵州,一个互联网公司的程序员 那么去年刚和初恋的女朋友结了婚 在家庭的眼中,还有工作生活中 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男人 不过看似风光的背后也是隐藏着很多不容易 经常熬夜加班,那是常事 在近半年都开始患起了胃病 一开始还只是胃疼 到后来开始食欲慢慢下降 但由于工作特别忙碌的原因 小李都是依靠胃药来缓解 直到某一天单纯吃胃药已经消除不了胃痛 这才意识到胃道不对劲 来到了医院之后 医生赶紧给小李打开了胃镜检查 那么此时胃镜检查结果呢特别的惊讶 这个胃呢已经是千疮百孔已经发展为胃癌晚期 一下的时光小李只能在病床上度过了 他的老婆在旁边都哭成了泪人 视频看一点点赞点一点 你们的每一个点赞转发都是我进步的动力 感谢你们 所以我们常说人要健健康康 少病少痛 养胃很关键 养胃是一个非常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而通过饮食养胃那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什么食物能够养胃 胃病患者不能吃豆腐吗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先我们先了解一下胃的作用 1.接受功能 食物经过口腔食管进入胃内 如果胃的分门功能障碍 食物会难以进入到胃内 2.储存功能 当食物进入胃内 未必随之扩展 接纳适应适当的食物的需要 3.分泌功能 胃液是由胃联膜 由不同的细胞所複蜜的消化液 是消化功能 在胃联膜 複蜜的胃酸 还有胃蛋白酶 这种共同作用之下 会使食物中的蛋白质初步的分解 很多人说胃痛的人不能吃豆腐 那么我们先分析一下豆腐的营养价值 豆腐是人们工人的保健食品 豆腐是植物蛋白质的最好来源 豆腐的营养价值极高 含有铁、煤、甲、铜、钙、鲜 还有液酸 维生素B1、蛋黄素 还有维生素B6 那么豆腐既有 泻活、解毒、身经润躁 核器一中的功效 治疗热血上扰 热血、犯肺病症 肺虚、印发失常病症 所以豆腐具有干粮之性 可以入脾胃、大肠经 还具有泄火、解毒、神经润躁 核中、益气的功效 胃病不能吃豆腐吗? 胃病的人是可以吃豆腐的 但是要注意豆腐的摄取量 对于胃病患者来说 要少吃或者不吃豆腐 因为豆腐为高蛋白的食品 胃病患者大多数胃联膜或多或少 可能存在一定的损伤 导致胃蛋白、酶、原细胞的蜂蜜减少 这种专门消化蛋白质的胃蛋白、酶、原细胞减少了 消化豆腐这种高蛋白食品功能就会减弱 蛋白质消化不良 若长时间剃留在胃里面的话 很可能会导致患者出现胃脏胃痛等一些症状 从而导致治疗困难 豆腐由豆子做成很容易吸收口感好 可以成为各种各样的菜品成分 它也是生活中常见的食材 胃病的概念比较广 有的患者适合使用豆腐 部分患者不适宜使用豆腐 特别针对肠胃不好或者急性肠炎、胃炎的人 那平时尽量不要吃一些豆制类的产品 会避免油脂类产品当中的优质蛋白 影响肠胃的吸收 出现肠胃不适的症状 在这里医生也大声提醒享养胃 牢记以下几种食物 胃病就会缓解或者完全好 一、山药 山药里面营养物质含量特别多 属于一种极高营养价值的食品 质量食用对人体有滋补有益 在吃山药的过程中 可以搭配羊肉一起来炖煮 这两类的食材都有温热的特性 能够温养脾胃 实现健脾养胃的功效 二、秋葵 这个凡秋葵在使用之后 秋葵中的连叶就会进入到胃里面 可以有效的保护胃壁 从而起到促进肠胃蠕动的作用 同时对于养护肠胃 增加机体免疫能力来说 可以起到一个非常有用的效果 因此肠胃功能比较虚弱的人 在日常生活中 适当的使用一些秋葵 对于养胃来说 非常效果非常的好 三、南瓜 南瓜健脾养胃 它是非常的棒 南瓜里面富含大量的纤维素 以及淀粉 它能够帮助我们清理掉肠道里面的一些垃圾 代谢物 还有毒素 排毒效果那是百分之百 另外一方面 南瓜中含有杀菌、消炎、止痛的成分 这个成分就是果胶 果胶成分能够有效去除肠道中的一些续菌 还有病毒 能够非常好的抑制 大肠杆菌、繁殖 四、木瓜 木瓜它是可以护胃、胃部的一个热带水果之一 木瓜含有木瓜酵素 有助于分解并加速蛋白质的吸收 可缓解、消化不良 还有胃病、胃炎 木瓜 健脾、养胃、滋胃痛的一个非常好的食物 所以平常多吃一些木瓜 五、木耳 这个黑木耳也是非常棒 真菌中的塑胶可以吸收 残留在人体消化系统中的灰尘、杂质 还有放射性的物质 并从体内排出 它具有轻微、侵蚀、消失、肠道的一个作用 黄乎色功能非常强大 它是老年人、保养胃的一个特别好的产品 六、小米 小米健脾、养胃的作用也是特别厉害 它特别适合脾胃虚弱的人来使用 是消化不良的理想食品 小米还有防止反胃、呕吐的功效 在平常煮小米粥的时候 在这个粥熟了之后 稍微冷却沉淀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粥的上面漂浮着一层细腻的粘稠的物质 这就是粥油 这个粥油补益圣经 健脾合为大补元气的作用 特别适合慢性胃肠炎 慢性胃溃疡的患者来经常使用 在平常我们一定要多吃这些食物 胃部就会非常的健康 那喜欢这个视频 可以点赞、收藏、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感谢你们 感谢你们